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臣,今天是2021年的7月1号 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就是老屋音乐书房里面的一些灵感 我的灵感跟各位分享 我曾经类比过云南丽江纳西族的纳西鼓曲 跟台湾高雄美农的半山瑶做对比 很意外他们两个的曲调完全一样 我曾经那一集我放在下面,各位有兴趣可以点开 我今天跟各位再分享另外一个,我就发现 就是我们从小都会唱的一首歌 就叫做《青海民谣》 或者是叫做《青海民谣》吧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游 短短溜溜的男子爱上溜溜地他有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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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很多溜溜 那我觉得这个歌很奇怪 为什么它一样一溜溜呢 它为什么不用其他的音呢 比如说黑秀黑秀哈秀哈秀什么玩意 这一类的呢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适当 有人讲说这溜溜是押韵 其实它这个也不是称制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我发现到寒山 刚讲那个是 刚刚那个是属于那个草原地区的人的歌 那像比如说新疆有 那个蒙古 蒙古有所谓的那个长调 长调音乐 长调音乐其实也是 也是吆喝 也是在广大的草原上吆喝 它希望很远的地方人能听到 同样的刚刚讲那个 跑马溜溜 那个溜溜 其实不只有溜溜而已 那就是寒山 寒山是什么东西 如果不知道的话 可以去网络搜寻一下 有个电影 那里面就把这寒山 那个寒山里面就是 它一面讲一面唱 比如说 它讲一个什么 对面的王大神 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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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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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 它是这样的溜的 不是跑马溜溜求的舮上 不是这样简单 一朵溜溜溜的云游 它的溜里可滑溜了 那各位有兴趣 可以去发现一下 这就是我的发现 有的时候 你有发现到这些歌 因为我们在音乐老师 它没那么博学多能 所以他不会解释这个 也没人给你解释这个 现在就换上我来帮你解释吧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以后在唱跑马溜溜地山山的时候 你不妨去想想看寒山 寒山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没有听过寒山的话 上网搜一下 也就可以搜得到 以上老吴音乐书房跟各位分享 谢谢